大家好,请跟大家分享虎皮兰 我们养护虎皮兰都想要它长得屹立不倒 而且这个叶片的纹路清湿 让它富有着观赏价值 但是我们想要它养得好 就必须在养护方面下点功夫 平时我们想要虎皮兰长得好 都会使用一些小技巧 比如给它制作一些肥水 或者是用这个啤酒水来给它擦拭 这样的话就能让虎皮兰的叶片 油纹清湿屹立不倒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制作一种肥水能让虎皮兰的根长得壮 让它冒出的侧芽更加快 那么我们制作肥水之前要准备好的材料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香蕉皮 这个香蕉皮里面含的甲盐素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用来制作肥水的话 把它交换虎皮兰 这样的话就能让虎皮兰的根养壮了 就有利于它冒出更多的侧芽 那么我们要如何给它制作呢 首先就是把它剪碎了 叶碎也好 还有就是准备一个矿泉水壶 装满八分水 还有就是红糖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UM均原露 把切碎的香蕉皮把它装到这个矿泉水壶里面去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么之前跟大家发布过一个视频 就这样子给它制作完成了 直接把它放在太阳底下给发酵 半个月之后才可以使用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在这个矿泉水壶里面 还要加上这两料的话 就能让它快速的发酵 只要7天到10天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那么我们使用这两料的比例就是1比1 我们先把它倒入30毫升的原露 这个是一个量杯 一杯就是30毫升 那么我们就加入三勺红糖 一个光效比较充足的环境让它发酵 这个盖子不要拧得太紧 稍微给它漏一点去 这样的话它在发酵过程中的时候 产生一些热量还有一些气体的时候 微微的冒出一些气体 就不会膨胀在里面产生爆炸的现象 每一天都要给它留下盖子 让它漏下去 大概发酵到什么程度才腐熟呢 就是在我们每天给它打开盖子的时候 这个瓶子里面没有产生一些气体出来的话 就是发酵腐熟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绿秋的时候 各种花卉它生长的比较快 我们就要具做更多的肥水 能让它浇灌 在它生长期的时候 让它生长的更加旺盛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